非常感謝以上五位報告人他們從不同的角度 但是都是從真正關心台灣的弱勢人口群的這樣的善意觸發 希望我們執政者能夠傾聽人民的聲音 把以上的保護監納為政策的思考 以下我們將進行與會來賓的發言 每位三分鐘 第一位是南科大管理資訊系的陳光軒同學 然後第二位請準備是淡江大陸研究所經貿主的王楊宇同學 還請 可以開始 各位與會的來賓 還有各位先進 然後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浮成訓文化工作隊的隊長陳光軒 那我現在在南台科技大學管理資訊讀四年級 那今天我們講到的這個議題是社會福利 有關社會福利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要講的是 那當今我們的政府它施政 我覺得有一點摸不著頭緒 就是它天天說要拚經濟 那但是卻忽略了社會福利資源的一個分配 那我們來檢視馬英九政府 它執政九個月以來的資源分配 那舉債替企業來紓困 或者是發送消費券等等的一個政策 那動輒百億千億 那卻只是頭痛一頭腳痛一腳的一個政策 即便是經濟因此有變好 那因為是舉債嘛 那如果有賺錢的話 那到時候還不知道哪些錢來償債 那有做等於沒有做 完全是沒有一個長遠的規劃 跟一個辦法 那對於那個貧困的救助方面呢 提出一個競貧的補助方案 那在執行上完全是雜亂無雙 沒有專業的把關 那補助的對象呢 居然還可以用電腦來篩選 那簡直就是誇張至極 那政府保障人民的需求 就應該做好資源的公平分配 那資源分配的過程呢 應該是要符合公平正義的一個原則 那在經濟蕭條民不聊生的這個年代 在我們台灣居然公務員 還可以領取18%的優存利率 那完全是沒有公平正義可言 那漠視絕大多數百姓的福利 那將這些不必要的 如果我們將這些不必要的支出啊 將它投入在社會福利上 會 與重大公共建設上 或許還可以幫助更多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那我在這裡想要呼籲我們的政府 就是我們一個國家要有好的福利政策 社會福利政策 有好的社會發展 政局才可以穩定 那人民有安定的生活 才可以進而達到 那有好的一個經濟成長 那社會福利是整個國家發展的一個基礎 政府不應該默示社會福利 否則會影響社會的發展 那也有可能會衍生出一些不必要的社會問題 那在不景氣的年代 我希望政府應該更重視社會福利的問題 保障人民的生活權益 千萬不要只思考單一的經濟問題 而放棄國家發展最基礎的社會福利問題 來請王同學 接著幫忙陳傑路程委員 主持人 台上的學者老師 台下的主席 還有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是大學大陸研究所的學生 那我其實想要提出的是問題 不是建議 因為我覺得像每位學者 他們都有各自的想法跟建議 我覺得我不需要再提我自己的意見 可是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問 台上的學者專家 以及台下的各位前輩 就是 第一個問題就是當台灣現在本土的失業的情況 日益嚴重的時候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失業的人口 其實是台商 因為其實就根據那個統計數字上面 現在在大陸 倒閉跟失業台商差不多有數十萬人這樣子 那假設 假設今天那些台灣 台商回來台灣本土 那請問政府有什麼能力 或者是有什麼方法能夠幫助這些台商做一些轉型 或者是說幫助他們在接下來工作的安排 因為畢竟他們並不是 因為他們畢竟是商人 可能跟一般的勞動工作者不大一樣 那請問政府有沒有什麼方案 或者是什麼方法可以幫助這些人 第二個問題其實就比較算是未來的發展問題 那我今天假設一個前提就是 假設將來台灣跟大陸兩國簽訂CECAC卡的協定的時候 請問台灣的社會福利跟就業情況的移動方向 會是增加還是減少 那請各位的學者專家以及前輩 就是來討論這件事情 這就是我的問題 這樣子 也謝謝大家給我這個發言的機會 謝謝 謝謝 來接著我們請陳潔如陳委員 接著下來請全國教授會的吳宗泰理事長等 兩位主席主持人還有各位先進大家早安 今天聽到我們台上的幾位分析 我心裡感觸非常的深刻 尤其是代表民進黨以社會福利的專業到立法院 我覺得我的責任相當重大 那部長也在這裡請你聆聽我的建議 我想我們現在最大的根源 大概在整個貧窮所得分配失業問題就業對策裡頭 我想我們現在的問題現況 剛剛大家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可是最重要是我們目前的社會福利 社會救助法裡頭 它的面槃是偏離現實 導致貧窮人口的偏利 那麼第二個是中低收入的收入負的標準 導致體制的混亂 第三個是沒有跨過貧窮 面槃的邊緣人口即使需求都一無所有 第四個是低收入負接受協助 但會改善貧窮狀況 甚至更為惡化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六點五五 所以在馬政府應急提出馬上關懷跟工作所的補助方案的時候 更是疊床嫁屋的社會救助體系更加混亂 那麼結合我們整個學者專家社會福利團體 我們已經把社會救助法在立法院我已經提出一個草案出來 馬上我們這個會期要提出 那麼大概整個社會救助的這個重點 我們這次修法的重點 大概以國際劃分貧窮性的經驗 訂定合理的貧窮性 第二個是針對家庭結構變遷跟社會現實的條件 檢修有關工作能力跟家庭人口資產的明卡 訂定認定的標準 還有設計服務需求評估機制 需求提供需要服務和現金輔助 第四是訂定鼓勵低收入負自立脫貧的協助措施 那麼剛剛我們的孫友蓮孫秘書長 有提到失業的部分 應該趕快提出一個救助的延長線 延長的時期 我現在在上個會期本人已經在 上個會期本人已經在提出一個 延長失業給付的這個期限 延長到一年 希望這個會期已經進到二度 希望這個會期能夠近速的通過 這個是我們跟我們的孫先生 勞工團體來報告 那麼希望我們整個剛剛看著照顧的體系 跟拼經濟的體系 我覺得政府應該並駕齊驅 剛剛我們王如張委員也有提出說 社會福利社會市這邊社會福利已經減少了 今年度如果計算下來 雖然表面上是 增加6億多 可是確實是減少7億多 我希望部長在這裡 明年度趕快編列 去個案200元 增加200元 看你的破例 你還是要去爭取 否則的話 我們整個的照顧體系 會非常的慘 在這裡跟部長建議 謝謝